好 下面拍摄间隙 我们抽点时间来聊聊我们这次租的这辆拍摄车 第四代的本田飞度 这车我们200多个钱一天租的 这几天开下来最大的感觉就是好开好用 然后空间非常通透 下面从几个点展开简单的聊聊 你看它这个设计是一个标准的单向车的设计 车头坐得很短然后采用双A度的构型 这种构型下它的内部空间的体积利用率大幅度的增加 虽然尺寸不大内部空间真的是相当大 来进去看看 坐到车里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空间比你想象中的要更大 首先这个仪表板的纵深很长 这就给你感觉这个车头是远离你的 另外这两块小侧窗 它也让你的整个视野变得非常的开阔 尤其是开车的时候 斜眼网那一瞟就会有一种 开那个那个那个星际战舰的感觉 这种感觉非常好 空间感增大的另外一个设计方法就是 减少内饰的侵入量 你看这种感觉 A度距离我的头这么远 这个地方距离我的头这么远 然后关上门以后 它这个侧飞垂直的距离我还是这么远 所以你坐到车里边 你会感觉到非常强大的一种空间的通透感 它所有这种大空间的来源在于这个A度 第四代飞度的这个A度设计的有意思 它把一个传统的A度分成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导向的部分放在这 然后呢加强的部分放在了这 你看传统车的A度是不是这么下来的 这样的话它一分为二 那么你坐在车里边的A度障碍角 就大幅度的减小 而障碍角一旦减小了 瞒区就少了 瞒区一少 那么你的空间不就大了吗 然后你来看它的这个后排啊 本田的这个小车平台特别有意思 它把油箱放到中间去了 所以下边的这块都是偷空的 而且它的地板很薄 所以说坐在里边 其实你的这个纵向高度是非常大的 它不属于任何的SUV的 所以说这个后排的空间也是非常棒的 这辆车最让人着迷的 是开起来确实很好玩的 当然了这辆车它可能说 你在行驶质感上它确实不好 这个底板很单薄 开起来噼里啪啦的 但是它的交流感很好 就是你的每一次的这个方向爬 油门啊踏板啊这些东西 它都很快能给它那反馈 包括它的车身啊 非常的灵活 特别是你看像这种 入弯的时候 屁股比较小 所以它整个车屁股 这感觉没有存在似的 前驱车确实是前驱车 但它没有屁股 所以就 跟随性非常的好 怪不得这么多年轻人 喜欢把飞毒叫做超跑呢 确实有意思 确实有意思 再有就是它这个动力 1.5升自然吸气 加CVT变速箱 唯一遗憾的是 现在没有手动挡了 这套动力组合 放在现在涡轮增压的时代里边 它并不是什么亮眼的数据 但是你背不住人家车轻啊 不到一吨的重量 配上一颗1.5升的 自然吸气发动机 那不就是一个 大马拉小车的效果了吗 而且呢本田的这个发动机啊 它很热衷于高转速的输出 所以说在这样的上路上 你只要能够保证 你的转速不掉 那么入弯出弯以后的 动力的衔接是非常的好的 这也就可以做出一个 很快的P1的动作 当然了 这种高转速的发动机 也有它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在城市里边起步的时候 在转速攀升的这个过程中啊 它会有那么一点点的 不如涡轮增压发动机那么的暴躁 但是整个线性感是很好的 怎么说呢 这辆小车 确实是挺好玩的 说实话确实挺好玩的 感谢观看 百分之后 百分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